几岁了 十九岁 结婚了吗 阿姨 我十九岁 您看我像结婚吗 回答我的问题 没结婚 有过新生活吗 干嘛问这个 我就是痛经 想让您开点止痛药 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好吗 没有 上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记不太清了 五月经经常提前 有时四五天 有时七八天 您就别问那么多了 快点给我快点止痛药吧 我这 你这样肚子又疼了 到里面躺下 我给你做个检查 去啊 你这次来月经的时间正常吗 以前都提前 这次竟然脱厚了 月经量呢 差不多 月经的颜色跟以前一样吗 你这么一说 好像颜色有点发黑 然后以前都是前两三天流血量多 后几天流血少 这次好像一直都不多 看起来 你到底有没有过新生活 阿姨 你怎么对人家私生活这么感兴趣呢 真的没有 对医生一定要说实话 对医生撒谎的代价 有可能是付出生命 我没有撒谎 你这医生怎么不相信人呢 你还是给我开点止痛药吧 不能够盲目是止痛片 止痛会遮盖出腹疼的症状 如果是痛劲的话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关键是 现在腹部有压痛 没有过新生活 就可以排除公外孕 很有可能是烂尾炎 最近有过发烧吗 没有 肚脐周围有过疼痛吗 没有 只是小肚子疼而已 这样吧 你先去做一个水长规 再做一个B超 如果检查出来没事的话 我再给你开药 医生 我就是个痛劲 我用得着做B超嘛 B超超贵的 医生 结果出来了 花了我一周的生活费 你们医生是不是有提成啊 小姑娘 你电视剧看多了 好 邓小宇 你的化验结果显示 你怀孕了 什么 怀孕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有没有过新生活 我只和男朋友有过一次 一次怎么会 有过一次也是有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跟医生撒谎的后果非常严重 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你 我 我们是在安全期的 我查过书的 书上说前期后巴是安全的 我真是怕了你们 这是一知半解的人 女人是没有绝对的安全期的 特别是像你这种 月经不规律的人 你不知道吗 那书上也不能骗人啊 从哪儿去 我给你做一个复刻检查 月经期不是不能做复刻检查吗 知道的还真是不少 只可惜啊 都是一知半解 我现在怀疑你不是来月经 有可能是阴道的不规则出现 医生 我看书上说 可以做药物流产的是吗 就像来自月经那样 在书上没有告诉你 药流的成功率不高 只有75% 如果出现问题 药流不轻的话 残留的胚胎组织 会造成血崩 不及时到医院 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一般我们不建议药流 那 那人流 需不需要亲属签字啊 当然 我男朋友签字可以吗 可我现在 怀疑你是公外孕 阿姨你不吓我 所以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但人如果是公外孕 就需要做手术的治疗 就需要你爸妈签字 爸妈签字 他们会打死我的 医生 我上了洗手间啊 去吧 怎么这么急啊 上 上厕所 厕所是那边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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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养 Jul 还有 治疗 老则 孙 我的 警官 卖 房门 你 踊 你怎麼做才是對的 沒事吧 沒事 剛追的時候牽了風了 如果身體不舒服的話 我可以准你這樣回去休息 唷 葉醫生 葉醫生 這麼看 他照下來了 楊俊波 男 31歲 1982年出生 博士 人癌醫院婦產科副主任 職稱副主任醫師 2008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 並同年進入人癌醫院工作 擅長婦產科良性惡性腫瘤的診治及手術 對婦科病有較深的研究與造理 我 比我兒子差遠了 早 早 我說楊晨熙 你這天天會發行給誰看啊 一穿上的護士裝有什麼用 什麼啊 木遊用 開玩笑啊 至少上班的路上風光一回 我說你們啊 學學人家葉醫生吧 真是咱們女人的楷模啊 甩掉了見過的桃藤主任 現在又來勾搭上咱們的洋主人 胡說 我胡說 那你還真是當局者迷啊 我告訴你們 你們說誰都可以 就是不許說我波波 這就護上了 暗戀很痛苦的 誰暗戀了 我這是光明正大的名戀好嗎 我就要喜歡楊俊波怎麼了 帥哥誰都喜歡 我也喜歡波波 波波是我的 這白羊座和天蠍座 就搞得一起去 還不天下大亂呢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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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